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香港七人篮球运动员姚感成 我是李卡道 七人篮球是香港精英的项目 每年香港国际七人篮球赛都令市民非常兴奋 今天就带大家看我们训练的日常 篮球属于剧烈的运动 肢体碰撞比较多 所以在练习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 这次我们会简单介绍其中三个的热身动作 首先我会介绍第一个 就是一人斗牛 主要把肩膀和脖子的肌肉 然后在比赛中的碰撞就可以容易得多 第二个热身的动作就是拦截 两人一组 然后碰对方的膝头 模仿比赛多角度拦截的情况 最后一个二身动作是阻力跑 同样地二人一组 一位负责捉住另一位的腋位 而被捉住那位就要用力向前加速跑4米 热身之后就可以正式去练习 我们就会介绍其中三种的技术分练 就包括全球、拦截和高空折球 第一种训练是全球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旋转式全球 两人一组 最重要是球要由HIP出发 传向对方的空前面 而接球那位就要尽早伸出手去接球 第二个技术训练就是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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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就是防守那位 尽量向前接近进攻者 拦截他腰以下的位置 最后一个训练是高空接球 主要是在kickoff receive到出现的 最重要的就是尽量在最高点接球 七人篮球是对制的运动 队员之间的默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每星期都有四天的团体训练 我会讲解一下我们平时练习的流程 我们一开始就会做一下热身 之后就会做一些技术的训练 之后我们会做一个模拟比赛 模拟比赛完之后 我们都会做一些个人的技术训练 相信大家看完这条片之后 都知道我们留了多少汗水在这个场上 如果你们有机会入场看我们比赛的话 记得努力点为我们打气 Woo! Wo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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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